好 另外为了鼓励活学活用中文 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将于15号 还有22号这连续两个周末 举办春季的学术比赛来展现学习生活 而南加州最大的华人保险经纪公司 多年来出钱出力 提供奖学金 鼓励小朋友 5000元大大的支票亲自送给中文学校 每年春季学术比赛出钱出力不缺席 做保险生意多年太了解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唯有这个只赚不赔 我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我的小孩是在美国出生长大 现在可以说流利的中文 实际上他的学中文就是在从小的时候 参加了这么多的中文学校老师 他们的心情的付出 把他们培养出来 然后他每一年也都在参加 这个四个朗诵以及演讲比赛 鼓励小朋友 前三名的奖学金和行政费 企业不忘社会责任 有钱好办事 今年比赛分国语演讲 诗词朗诵和经典背诵三个组 竞争之激烈 前三名上榜率只有三成 今年我们比赛有总共报名有800多位学生 那有包括很多emergent学校的学生都来参加 所以这一次的规模是相当的庞大 借助活动呢 让小朋友能够站出来讲中文 这是我们就是要办活动的最重要的一项目的 有钱有人万事俱备 春季学术比赛擂台已经搭好了 15号个人比赛 22号团体比赛 等小朋友来挑战拿奖金 更欢迎家长到现场加油打气 东森新闻为宽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矶的采访报导